又回到来自星星美食有我主持 陈俊伟 今天我一个人当关就介绍香港的饮食 有几多朋友近年都去了佐敦山林路吃饭 其实我就很久没去过 山林路我想阿通有去 因为阿通你住那头的 你住佐敦 但你都没去吗 你住佐敦但你不去 OK 都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是佐敦地胆 其实都不一定常常都要去 反而山林路我就觉得是区外人 开车吃饭 打边路 喝酒 或者总之有些夜长吃饭的feel 其实这么多年来山林路 都好像是一个挺有趣的 不算是一个香港的核心 但另一方面 他跟他的餐饮业其实都是很发达的 今次我就去了一间山林道的 打边路的地方 就叫做五百 真是台湾组合的五百 叫做五百什么呢 看看先 五百海鲜火锅的店铺 阿通就跟我说过 其实为什么他们作为市民不会山林道 因为消费比较高 有了解的 因为那个未必是每个人晚上天天都会吃饭的地方 反正如果你在这里住就会吃一些平民东西 但是说回以往 山林道是很风光的 现在都很厉害的 都是真的很多人吃饭 但是以前真的名车临隶的地方 可以说 甚至山林道有歌给你唱 邀安琪也有首歌是关于山林道 今天不记得点了 不好意思 其实山林道都是 我都是香港最早期出现的一条美食街 直至现在都是一条美食街 我听说早在1970年代已经开始了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日本料理店的集中地 大家要想一想 说70年代那时候 香港人吃日本东西的风潮 不像现在那么普遍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寿司鱼生 甚至听到生的东西都不会吃的 所以那时候能够成为日本料理的集中地 可想而知本身的消费力都是很强劲的 后来就变成火锅店 就是中菜 西菜 酒吧 都有齐了 集中了的地方 据我所知 可能资料有错都不奇 东律提起我 其实那时候发展得那么蓬勃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当时和现在都是的 那些歌声录音的录唱片的录音室 就在佐敦的 我都上过录音室那里看过的人录歌的 那就是因为太多歌手在那里出入录歌 而很多时候他们都是通宵达弹录歌的 因为平日早上会做其他工作的东西 那录歌的东西通常都是留到夜晚才录的 所以晚上的歌手和录音室的人士要享受宵夜 所以这一头就有很多名店 再且我记得以前保励金唱片公司 即现在是环球唱片公司 以前的office都是在佐敦区的 在加利大厦那里 我都上过去的 那时候我找大明一派 但是那时候是网门钉的 所以那时候很多保励金的歌手 都去office那里掩阳 有出入 有经历人 甚至有记者 所以变成沙林道都成为他们一个开饭的地方 这个历史也挺有趣 我觉得其实沙林道都在历史上被人低估了 我觉得必须要有多些人去谈论这件事 接着我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我今次去到500火锅店 500海鲜火锅 好了 我上到下一张照片 这家500其实有占地两层 应该说地下的位置就纯粹入口 接着有一楼和二楼 二楼全都是包房 即是一些贵宾房 那一部分的生意其实都不是很大问题 而有些人就跟我说 其实那里如果你要包房吃饭 是没有最低消费的 这个资讯随时会更改 因为你知道现在的生意 常常都可以有高有低 可能指导差的时候 就不用最低消费 指导好的时候 或者周日的时候 会不会需要最低消费 我不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要订房的话 都要打电话去买文 至于现在我图片出现的 那一楼就是一个大厅 那就没有房间隔了 而这个大厅 就成为了某程度上 成为了生意的问题所在 因为私人贵宾房 就有很多熟客来光顺 但是大厅 就有很多时间 都是要来给街客上来吃饭 但是近年的市道 比较复杂一点 疫情之后 星期五六日 很多时间 那些人都飞去外国玩的 以至那些生意很反复 有时候就没什么生意 有时候就很好生意 那所以他们有件及字 就是这个大厅那里 推出了一个特价的火锅 我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那这个就是500精选套 撑398元 原价是723元 那有些什么呢 他应该有些 有极上的刺身拼盘 有六款精选的时令海鲜 是打边路的要来 就是刺身的冷盘 然后六款的海鲜 跟着蔬菜任食 然后有饮品任不任 然后再加上 汤底五选一 还有一个自选的配料 那可以在下面几十样里面 就选十样的 那现在我们吃开些打边路 都是惯了吃日式的任不吃的 就是九十分钟或者两个钟 那都是三百多四百元 那现在这个500海鲜火锅店 他就推出这个398元 加一就是四百钟一点 但是就不是任吃的 而是他有限定的 不过就是 份量都挺多的 那究竟这种套餐 会不会吸引到人去吃呢 那我也有问老板 我说现在那么流行任食 你这个价钱 其实呢 就是相对于任食来说 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划 虽然都不是很贵 那会不会在竞争上差一点点 但是老板就说 你吃过就知道了 那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我就试一下吃 那下一张照片 那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 Als 甜味料 那先选一挑 那然后呢 我首先吃一个鱼笙 那我去看看下一张照片 那这个是一个刺身评判 那刺身评判呢 就有三种东西的 那分别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三文鱼 劍鱼蓝和拖鲁 大家途中看到第四样东西 就是加拿大野生酱物棚 那个是另加上去的 要另加钱的 吃下去就发觉 加拿大野生酱物棚的确是好吃的 酱物棚的质感很脆身 很新鲜的 还有很鲜甜的 后来外仙发现 原来老板本身就是海鲜的供应商 和买手来的 所以它拿海鲜拿得挺漂亮的 而是刺身 譬如拖鲁、三文鱼、剑鱼腩都不错的 很肥厚、肥美、新鲜的 所以吃到这里我觉得 都有一些质素 但是都看着来 因为都给了400元 看看它有什么特别的食物 接着下一张照 这个挺特别 它的汤底是五选一 而老板就说 不如这样吧 如果你要双拼汤底 可以加30元就双拼了 但是它有提议 如果你加98元 就可以试试它们夏天特别的出品 冬瓜中汤底 我就觉得冬瓜中汤底挺有趣的 因为 变成可以一汤两食 一方面就可以用来打边路 另一方面就可以先喝冬瓜中 始终夏天 喝冬瓜中很棒的 就是很消暑、解毒、新津、除饭 据说冬瓜中可以治疗水肿、脏满、脚气、臨病都有 还有化痰、止咳 那样东西都好 既然一个汤水 即是一个窩的汤 可以有那么多功能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而且加98元 那我们四个人吃 其实每人加25元而已 24元左右 我觉得都很划算 即管叫来试一下 而事实上 这个冬瓜中都OK的 我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因为材料是落得很齐的 当日唯一不齐 就是没有这个夜香花 老板就说 因为当日厨师卖不了 那就算了 那么巧缺货 如果有卖就更加正了 但是我也老实 喝这个汤就很划算 因为平时吃一个冬瓜中 都不是要400元左右 4-500元的应该要 四个人吃都要400-500元 但我现在加98元 就先吃了一个冬瓜中 而且我喝了三碗汤 才正式再加汤 去打火鍋 所以我只觉得我划算了 但是有样东西要注意 就是当你开火煮的时候 你就发觉这个冬瓜 它的底部是通的 通的 那么它的热力 就会集中于那个冬瓜中间的位置 那个位置的汤是特别滚的 但是周围的汤就不够滚 因为被冬瓜就罩着那个热力 所以我们打火鍋打到一半之后 就要把那个瓜破挂 用刀切开六份左右 令到那些瓜煮得更加軟 就是入了味之后 吃下去更加好吃 所以我赞成大家吃了冬瓜中间的汤 然后把那个瓜切开 令到汤水更加多的味道 而那个瓜就更多的汤水味道 那就火鍋更加好吃了 接着下一张信 就是我们的套餐 就是刚才吃完雨生 这个就是我们点的东西 那四人份的 有十种的材料 一盘海鲜拼盘 还有任吃蔬菜的 最初我们四个人 三个男子一个女子 都是吃开饭的人 就会觉得 够不够吃的 会不会不饱 就是大家想定后路去哪里吃东西 那我们甚至问 我们在座唯一的女士 你觉得你吃不吃得了 那女仔说 当然吃得了 那于是我们觉得 就是怎么跟老板说呢 就是人家叫我们给一下意见 我们就 就是摆到明说不够吃 那其实呢 结果呢 结果呢 我是刚刚吃得了 刚刚吃得了 后来我们叫多一盘牛肉 贪心 那盘牛肉是吃不完的 最后 那如果那女仔呢 是吃到八成 已经停了手了 已经吃不了了 那原来呢 那些食物表面上 就不是很多 但是当你每样东西吃两三件呢 原来又有很多的 而且呢 它每样东西的品质呢 都是挺高的 那可能因为海鲜买手的关系 所以它海鲜拿得漂亮 那但是另一方面呢 其实那些肉质 那些肉质都漂亮 那我们吃的牛肉 羊肉呢 还有猪肉都是好吃的 那我们逐一样看看啦 那首先来看海鲜啦 那拼盘上面包括什么呢 先 是的 那都挺多东西的 海鲜上面有六款东西的 包括圣子王啦 青厚啦 沙白啦 日本螺啦 鲍鱼啦 还有九虾的 其实圣子王呢 都是比我想象中水准好的 因为呢 它裙边那里够脆啦 那而圣子的身呢 那个肉那个身的位置呢 很够肥厚的 六元之后呢 是脆口的 那所以我必须要赞啦 那另外青厚呢 有很多 打火鍋店呢 你觉得这个青厚好像已经 已经干了 就是吃下去没有味的 但是这个青厚呢 是够了濕润 还有够了 够了juice的 咬下去呢 就是够松软的 还有另外 真的要炸个日本螺 因为螺录完之后呢 拔出来吃的是很鲜甜的 那总括来说 这个海鲜盘呢 六样海鲜呢 都是好吃的 那所以呢 可想而知 老板这方面 真的拿东西拿得漂亮啦 好了 接着再看下一张照啦 那接着就是肉类啦 那最前面开始呢 就是这个牛胸爽啦 那然后中间就是美国安格斯的 尖格肥牛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 伊比利亚的黑毛猪 那牛胸爽都是吃爽的感觉啦 而中间的美国安格斯的尖格肥牛呢 其实是意外地好吃的 就是我不是说本身想看少它的质素 只不过因为它是一个特价套餐啦 所以我对于它们特价套餐的牛呢 我们不是很多寄望而已 觉得有正常水准就可以了 那有件及时呢 所以我们特别又点了一碟呢 本地牛回来啦 弄得吃不完 那怎么知道呢 后来我发觉呢 我觉得啊 平时都是本地牛好吃点的嘛 但今次呢 这个套餐里面的美国安格斯 尖格肥牛呢 我觉得就真的非常好吃 就是这个肉质就非常的松啦 又够脂肪感啦 但是同时又有牛味啊 咬下去呢 就一口咬下去呢 小小爽的 但是主要都是松软为主的 那味道又很足够啦 那样 所以就吃得很满意 那另外那个黑毛猪的味道 也是非常之不错啦 那样 但是平时我会喜欢吃猪多一点 但是今次我觉得那个牛 真是明显地好吃的 那再看下一张照呢 就是它的牛利托啦 那样 那又是那些牛利的位置啦 很薄切啦 那味道比较浓的 但是又不肥腻的 那还有最有趣的就是 它这个牛利托呢 中间的位置有点烟韧感的 那所以吃下去的口感真的不错的 然后呢 接着下一张照是什么来的 就是啦 我们打边奴的时候呢 其实呢 把冬瓜呢 切开了六 破的瓜 切开了六块啦 那我们当时在烤虾啦 那那个汤碎呢 加了虾之后呢 那那个味道 多了一些海鲜的鲜味啦 那令到那些瓜锁完那些汤味之后呢 那个冬瓜是更加好吃的 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自己都很保重自己的身体啦 所以呢 嗯 在绿海鲜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 就是都可以这样吃一些瓜红菜的 但是一放些肉下去绿的话呢 我们就不够胆了 因为呢 就是当你扔些肉下去的话呢 那么呢 有一样成分 好像叫做飘零 就是可以溶在水的 那些那些物质呢 就会溶在水里面 那如果你吃菜或者吃瓜呢 溶在这些飘零的话呢 就会很容易有痛风的问题 所以大家呢 如果想打边炉 要打得健康的话呢 记得吃瓜吃菜的时候呢 就千万不要跟肉打边炉 打在一起 否则那些菜呢 溶在这些味道就很危险啦 那样 再看一下一张照啦 那接着呢 就是一个牛王喉 应该是 是不是 先 是啊 这个牛王喉 那就是一个 这个是胸腔腊骨中间的 那个软骨部位来的 都是爽口的东西来的 那吃了很多肉 吃爽口的东西会比较舒服点 好了 接着下一张照片 就是西冷羊肉片 哇 这个真的要叫 真的好吃 这个肉质很漂亮 还有 它的羊肉味是油的 有少少酥味的 但又不算很大 口感又刚刚好 肥瘦均匀 那令到外在 还有一个朋友本来不吃羊的 都试了两块 觉得味道真的挺好 好了 接着下一张照呢 就是呢 我们突然间 就是 手行叫的 就是一个 本地牛肉啦 那这一碟呢 就398元 400元左右 那其实是很大碟的 还有呢 你看到那个本地牛呢 就是 新鲜度就够啦 还有这些油花很漂亮的 那所以如果喜欢吃本地牛的香浓味呢 这个真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份量真的很够 那再下一张照呢 就是呢 一种丸丸就是猪肉丸的 那接着有 瑶柱水饺和韭菜饺 那我觉得猪肉丸水准正常啦 但是猜不到 那两个饺子 瑶柱水饺和韭菜饺 是超好吃的 那每人有两粒 所以呢 其实一人吃四粒 再加上其他东西 已经很饱了 那总结来说这个餐呢 真是好吃的 那有品质的 如果有些朋友说 哎呀我想吃火鍋 不想玩任吃这件事 想吃质素呢 那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这是第二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